最近呢 我在抖音上 抖音 看一個故事 胖毛 我覺得有點心疼 心疼我們男孩子這樣 對我來說 最深刻的他的句話就是 我不喜歡吃菜 我想要吃麥當勞 為什麼你覺得這句話很特別 因為他是一個選手 他賺很多錢 但是全部都給一個女人 但是最初這個女人不愛她 只是利用她 利用她 對我來說 一個年輕 她剛才二十一 二十一歲 賺過錢 但是不靠乎自己 就光吃快餐 對 沒有一個好家庭 父母都很早就離開 她不能承受一個好教育和好家庭 她能勢成 你是說她不喜歡吃菜 喜歡吃麥當勞 是她省錢 對吧 吃快餐 對 然後省下的錢給她女朋友 對我來說這個故事 我有敬念 一定要對自己好 有句話是這樣說的 愛人 愛人先愛己 對 要愛自己 要愛一個人先愛自己 我選女人要一定小心選擇 你也怕對吧 我只知道這個胖貓的事情 我沒有了解很多 我覺得這個社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還有想法 謝謝 謝謝 謝謝